老张一直在寻找一块RX6600桌面版的雷电显卡物 懂的人都知道我这几个定语的价值啊 一直没找到 今天既然由老伙计给老张送了一张 我来给大家拆个箱 玩魔兽的人你们都知道Sky吗 Sky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代言一个产品 那简直就是就脱销 然后这个品牌是Sky自己创业的公司 叫做态度 然后这是一个雷电3的显卡屋 内置的显卡是6600桌面版8GB 并且使用MXM模块未来可升级 MX模块的桌面版处理器 最怪异的两个RX6600RTX4060 都是有意思的东西啊 这是我的RX6600的我现在用的显卡 我就这么大哥 哇小一个巴掌大 它跟迷你小主机的尺寸和风格都差不多 你能想象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吗 看一看这个接口 可以扩展出两个USB3.0 三个DP 一个HDMI 还可以给你扩展出一个千兆的网卡 这是供电接口 雷电的连接口 它没有下行雷电 只有一个雷电口 它可以反向给你的设备共45瓦的电 这个放在今天就稍微有点小了 咱们接下来插电开机 开机 显卡比主机大系列 就是它狂暴起来很狂暴 它静的时候非常静了 你听这声音几乎没有声音啊 又是我这台迷你小主机啊 咱们来看一下 AMD Reading RX 6600 完美识别啊 这东西都是机操了 在AMD平台上 你如果插上了外接显卡 在右下角会自动出现这个X Connect 然后你可以直接热插拔 这块显卡 很多人会说老张都2024年了 你买个RX 6600的显卡 干啥使啊 老张可以说是黑苹果界的神呢 老张上次不是教了大家 只要你的笔记本带雷电接口 不管是什么11代 12代 13代 14代 我这是14代的 插上雷电显卡 如果是6600的显卡 都是可以完美黑苹果的 接下来老张就给大家整个活啊 14代的红米笔记本 用它装黑苹果 14650HX集成显卡 4060的移动版 6600的咱们的这个显卡物 然后咱来把它变成黑苹果 咱们开机 现在我是一块麦克的系统盘 大家注意看内屏先 OK 黑苹果已经开始load了 现在显卡是驱动的状态 风扇在低转速的旋转 请注意看 黑苹果胜体啊 不管是啥笔记本 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外接显卡 都可以黑苹果 大家会说11代以上的核显 它也能让屏幕亮 对吧 咱这可不是让屏幕亮啊 咱这是让屏幕驱动了 然后大家注意看背景是透明的 这就是正常驱动的状态 可不是那个steamdeck 网上那帮人搞的所谓的驱动 AMD RX 6600桌面板搞定 CPU 大家看 14650HX 还是大小盒的 好了 这显卡也没什么可给大家跑性能测试的 6600略差于NVIDIA的RTX4060 大概就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是1080P的甜品卡吧 Y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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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GM 好